南促脫 南促脫有三个最终的计划 由孟建筑署纪孙立军 还有其他两个人执行 颠覆性的计划 那就杀掉令计划的儿子 从不喝酒的令计划的儿子令狐 被跟踪多天 最后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 让他出身后 然后在胡锦涛到美国时 整个国内的常委和政治委员 马上开飞 最后让胡锦涛下飞机 没人接 到中南海以后 马上被叫去 到西山开飞 江泽民同志 朱镕基同志 所有的老常委几乎都在 正式决定 调查这个令计划 然后李源潮搞这个虚拟这个投票 不对 这就是十八大 其中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 第二条 第二个计划 就是金融控制计划 金融控制计划 就是由王岐山和苏铃基的手下 设划了一系列的中国的金融控制 彻底了要在江总书记 孟建柱书记 领导下 控制中国的金融 还有重视情况机构 这就是对中国下一步 公检法进行了定义 铲除一切当初被判江家的人和被判猪的人 这就控制中国金融 让未来的总书记和主席 如果不听话 那就用金融把他给拿下 因为中国金融出事 主席和总书记一定下来 另外一个计划 就是控制习主席的计划 所有的习总书记的定情 行中家人 核心人员的电子地图 百分之百计时传给上海 由江绵恒先生 所有受罪 可以去查一查就知道 不要听文贵说 看一看 查一查 这都是由孟建柱书记和孙立柱来执行 所有的习总书记 重大决策 以及你的想法和你想抓谁 和你不想抓谁 都由孟和上海共通后 再和王岐山沟通 进行协调 特别是协调完以后 得到年恒的批课 才可能去执行 而且所有的大乱交代当中 一系列的抓人当中的证据 口录 笔录 证据 都被一次多份从上海国外存放下来 而且所有涉及到习总书记家人和朋友的 过去的 全部非常的多处备分 为的是什么 江家一定会要控制习主席的 放短他11 drafting 减是关系列和租人会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